圣诞节周末 暴风雪继续肆虐纽约州西部 湖中的波浪被冻成了冰柱 场面相当震撼 水牛城地区遭遇了飓风级的强风和降雪 能见度一度降为零 使应急救援工作陷入瘫痪 纽约州州长霍楚表示 周六水牛城几乎所有的消防车都被困住 在伊利县 死于暴风雪的人数一夜之间猛增12人 其中包括在雪堆里和汽车内被发现的死者 然而 暴风雪带来的噩梦仍未结束 截至目前 这场冬季风暴 已经导致纽约州西部至少27人死亡 而在全美范围内 已知至少49人丧生 其中密苏里州 堪萨斯州和肯塔基州 有6人死于暴风雪导致的车祸 至今 仍有一些人被困在家中或车内 同时 数以万计的家庭和企业遭遇断电 当局预计 死亡人数还会继续攀升 风暴也导致美国空中交通大乱 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 截至美东时间周一中午 约有2085架国内和国际航班被取消 这场风暴所带来的极端天气 涵盖面积之大 从加拿大附近的大湖区 一直延伸到墨西哥边境的格兰德河 美国约有60%的人口收到了风暴警告 接下来 冷空气将会缓慢离开 本周气温将缓慢回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淑综合报道